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娘家人感到冤枉 孩子母亲两年前 李家再无音讯 孩子受伤真相 至今难以寻找 离奇的伤害 日线十二即将播出 2013年12月底 某媒体曾报道一条 母亲因八字不合 殴打儿子 致使四肢变形的新闻 文中说陕西省神木县的一位母亲 三年前因为听信儿子 与自己八字相克 经常对年轻两岁的儿子 琪琪打打出手 最终导致琪 四肢变形 很可能终身瘫痪 一时击起千层浪 多家网站都将这篇新闻稿 进行了转载 网友们纷纷控制这位母亲 盲目迷信 心狠手辣 事实真的像网上 所说的那样吗 记者来到了这篇报道中 所说的陕西省神木县 琪琪的家里 见到琪琪时 她只能躺在床上 无法站立 甚至是坐起来 双手明显扭曲变形 琪琪的爷爷告诉记者 虽然距离出世 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年 但是孩子现在 还会常常被噩梦惊心 每天晚上 他确定的死一会儿 问咋的 我说皮皮你咋的 怕了怕了 问你咋 怕了 我说我妈打我了 妈妈打我了 是他妈打他了 我说不怕你和爷爷 爷爷把你抱住 现在睡觉的时候 最后把头抱住了 我说你抱住头 热了 不要抱 怕了 怕了 每天晚上做起码 现在做起码 琪琪现在大小便什么也不知道 虽然不会懂 就管有头会动 简单 简单的东西 他抓不起来 做也做不起来 以前一提他妈 他妈妈照片一看 他不看 头要的他不看 一点不看 据琪琪的爷爷说 琪琪两岁前 都是他和老伴在照顾 后来被儿媳 刘晓芳带到身边不久后 就变成现在这样 孩子的妈妈告诉家人 孩子是自己 从三米高的轮胎上摔下来受伤的 并不是被打的 对于这一说法 家人并不相信 我做成了四母 三米高的轮胎 他咋能摔下来 他绝对 我的坏意思 绝对有个人 扶这个轮胎 要摔下来 不理他 他就摔不下来 你从这么以后 可可乐院里说 人家说 我三米高 你问谁 我三米 行人到大小里院去 我三米高的轮胎 琪琪的爷爷说 平日里儿媳 琪琪对这个孩子就很冷漠 经常打骂 因此他们认为 孩子是被妈妈 刘晓芳打成这样的 但是由于刘晓芳 在这件事情发生后 就不知去向 所以在整个采访过程中 记者并没有联系到她 而据刘晓芳的姐姐说 琪琪出事后 面对其他家人的怀疑 妹妹曾经回到娘家来 表示过自己很冤枉 我妈说 你打 我们老两个现在不想死 你既然你打了娃娃 如果是你打了的话 那么 让你这个狗 你都坐紧 哪怕抢一遍 你去别人时会 我们做父母的眼睛都不眨一下 她说 偷了在她跨的跪着地上 好的 妈妈我没有打 那没有打 那孩子的伤是怎么来的呢 到现在确实我们也不知道 她就是 她有罪受不起 她就说了这一句话 她说什么都不说 现在琪琪已经五岁了 但她躺在床上的她 整个身子 真是头部能坠入的活动 那么 三年前那一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 琪琪的伤 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 各位钟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曹东 琪琪伤了 而且伤得很重 虽然三年都已经过去了 到现在为止 只有头能够自由的活动 那到底是怎么伤的呢 说法有两个 第一个说法来自她的母亲刘小芳 说这孩子是从三米高的轮胎上 自己摔下来的 所以有这么重的伤 第二个说法是来自爸爸这一方 说其实就是她的母亲刘小芳给打伤的 于是呢 就有了后来的媒体的有关 琪琪因为八段和母亲不合 被打伤的这样的报道 到底哪种说法更接近于事实呢 我们继续来看 琪琪的爷爷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说过 孩子还没有出生时 他就想着要堕胎 死活不愿生这个娃 出生后又要卖掉 我们千方百计的阻拦着 娃出生前他妈妈找人算命 说这个孩子和他八字相克 琪琪的爷爷说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 而其刘小芳才经常打骂琪琪 最终把孩子打成现在这样 但是对于这样的说法 刘小芳的姐姐却并不认同 她第一个娃娃她特别疼爱 就是谁都不能动 就是我们过来有时这个娃娃 下来舍不怕 就是她就是给你砸锅打碗的 就是我们这屁股是别了的呀 我妹妹就过来就和路发了 据孩子的爸爸颜彩斌讲 他和妻子刘小芳一共生有两个孩子 第一个孩子刚刚生下来不久 妻子就又怀孕了 颜彩斌说 当时妻子并不想要这第二个孩子 就决定打掉 当时我要这样 肚子里时间 那个十分要时间不大 他一开始想生个女儿来 结果毕丑是个男王 他就不想要 吃过打太阳 最终这个孩子还是生了下来 就是现在的琪琪 琪琪的爷爷说 琪琪生起来后 刘小芳就将孩子送到他这里 要他和老伴照顾 自己几乎不管不问 跟着丈夫继续出去跑运输 琪琪的爷爷说 他和老伴将琪琪抚养到两岁左右的时候 有一天刘小芳突然说 要把孩子带走 自己照顾 老两口虽然舍不得 但也只能依了儿戏 现在想起这些 琪琪的爷爷 还是后悔不已 后悔肯定后悔了 后悔想起来也不接来 你那只不给弄也不行 弄肥药 要这个孩子不行 不给也不行 琪琪跟着刘小芳走后不久就出事了 原财彬说 那天他跑运输回来 刘小芳告诉他 琪琪几天天在三米高的轮胎上玩的时候 不小心摔了下来 拍了个片子 突然两处不着 胳膊骨折 把西安的医院全跑遍了 也不接受 最后走到西安角到二远 所以人家没办法来接受一下 这就是住了两天 最后转进那个骨科 骨科过了十六天做的手术 小孩当时来的时候 是他母亲带过来的 带过来的时候 是小孩从三米高的地方摔下来以后 就引起了四肢活动受到障碍 入院检查给他做了颈椎的X线片 还有颈椎的刺痛症 结果就发现颈椎里面颈髓有一个损伤 感觉运动都消失了 大小便也自己控制不住 医生在给琪琪进行全面的检查后 为他安排了手术 从送到医院到手术之后 琪琪在医院待了将近一个月 因为家里拿不出更多的医疗费 琪琪的爷爷只得将琪琪接出了院 出院的时候我们也给他交代了 就是要做这个 回家以后要做这个康复治疗 然后有什么情况的话 在当地复查 或者是到我们医院过来复查 看着躺在床上的琪琪 爷爷怎么也想不通 三年前 琪琪还是一个不到两岁的孩子 他怎么能爬到这么高的轮胎上 原才博说 当时琪琪在医院救治的时候 妻子刘晓峰的表现就十分奇怪 就是医生血病理是一直就他给说的 有个什么就是他 又他破了 不让我破 结果看完 他破了给医生说 他不让你跟医生接触是吧 做完手术的时候 他就想吃啊吃啊 想去哪船就去哪船 也不管孩子 打中途 喊我妈给我打电话 说那个娃娃是打的 在电话中 岩采宾的母亲告诉他 据琪琪六岁的哥哥说 出事前他看到妈妈打弟弟了 我在外面玩 你在外面玩呢 结果我爹在那种声音 我就爬在窗户上看 那你妈妈是经常打弟弟吗 嗯 你当时看到妈妈用什么打的弟弟啊 扫克刷子 岩采宾说 他之所以相信是妻子把孩子打成这样的 是因为平日里刘晓芳对琪琪就十分的冷漠 动辄打骂 还很迷信 而对于刘晓芳很迷信的说法 她的姐姐并不认同 就是我们 我们有时候 我就是去刷个面 我 是李宗小强的吧 那是骗人的 你签五个处理你给我 我们签吧 岩采宾说 对于孩子是被打成这样的说法 刘晓芳一直不承认 坚持说是孩子自己摔下来的 记者也走访了养家的邻居 但大多数人不愿意谈论这一家人的事 你认识他吗 认识 他老婆你认识吗 不清楚 他老婆你不认识吗 借着认识 不借着不认识 因为这个钱家外户 该开一个月 再次走来自杜湖四海 家店以后 他都一住住这 都三住那时候了 而琪琪出事后不久 刘晓芳就离开了这个家 一早就是两年多 从未跟家人有过任何联系 琪琪的离奇伤害 先来介绍一下 道场的两位嘉宾 这位是刘洪辉 刘律师 这位是白宇 本来我们的特约评论员 先咨询一下刘律师 您觉得像极界这样的伤害 是不是能够有办法 做一个明确的鉴定 比如说司法鉴定 我觉得当然也非常有必要 做司法鉴定 因为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 受伤是客观存在的 只不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受伤 因为这个事很重要 只有是确定了 是被人打伤 导致了伤害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才能确定是受到伤害 才可以走立案 行事立案的一个程序 如果说你确定不了的话 就没法进行立案 当然在这里边 刚才我觉得这里边有个问题 家属为什么他就 不去进行这个鉴定 我觉得很奇怪 对 大家都非常的奇怪 我想大家也可以来猜一猜 包括这个奇迹 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受的伤害 还有对这一家人 他们对待奇迹的这个方式 您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的话 也欢迎您拿出手机 扫一扫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 来跟我们互动 第二个问题是 你看这个奇迹 现在受伤 已经成为一个既成的事实了 那么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这里边谁应该单格呢 我觉得首先一点 在了解这个查询事实基础上 我们才能做出一个判断 比方说 如果这个孩子的伤情 根据我们目前的一个 粗略的一个判断来讲 可能构成重伤了 如果说是被母亲打伤的 那可能就涉嫌伤害罪了 如果说是因为真是自己摔伤的 可能是一个意外事件 那可能要不承担这个刑事责任 但是我觉得即便在这基础上 你也应该进一步去调查 说这个母亲在这个召喊过程中 有多大的一个过错责任 或者说在之前的这个召喊的过程中 有没有虐待孩子的行为 综合调查这些清楚之后呢 才能做出一个判断 进行处理 对 我还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 因为据说他的妈妈非常的迷信 相信那个算命先生的话 说儿子跟自己的这八字不合 如果真的是因为算命先生的这一挂 最终导致了这样的一个不幸的结果 算命先生有没有责任 我觉得看算命先生这话呀 在这个孩子受伤呢 这过程中起了多大一个因果关系 你比方说如果算命先生说了 说这孩子跟你比较相克 你必须把这孩子弄死或者卖掉 哎这母亲还真就这么干了 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他就要承担一定责任 对那如果他没这么说 只是说我这一挂算定你们八字不合 然后没有指使你去对孩子怎么样 那么就应该认定为他们二者之间 没有那种 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但我觉得这种情况 那主要是母亲的问题了 都什么时代了 还相信这种规划 我觉得那是愈悲到一定程度了 对那要说到这位母亲啊 她做事也真够觉得 你看孩子都伤成这样 她居然还跑了 一会儿您还知道 她跟她的情妇跑的 怎么看待她 她的这种行为怎么认真 我觉得首先一点 如果说这个齐齐是不是被母亲打伤 是不是构成刑事犯罪 只是一个法律 在确定的一个法律问题的话 我觉得作为一个母亲 把一个残疾的孩子扔在家里不管 而且可能涉嫌跟人家去私奔 我觉得这就是法律家道德问题了 法律上来讲 应该是有一种仪器行为 道德上我觉得 这完全是泯灭母性的一种行为 对那白云你对这一家人 尤其是对于她的母亲刘晓芳到底持什么样的态度 首先我们毋庸置疑这个母亲是一个对孩子不负责任的一个母亲 但是如果从这个母亲的心里面我们来深一步的探究的话 我们会发现这个八字不合其实是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为什么呢 最开始可能是有这样一个声音出来了 包括家里人 这个孩子的爷爷也在认同这样的一个声音 这个时候母亲的自己心里面可能也会有疑问 是不是真的不合 她再去面对这个孩子的时候 她的情绪和之前会发生变化 而且她心里面会有一种压力 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 一般会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是去解压 第二个是转移注意力 那么如果她解不开的话 就会转移 比如说有的人去打麻将赌博 有的人选择婚外情等等 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每一个人面对压力的时候 都可以转移掉 都可以逃离这个家庭 也不是 还有原因 就是说外界的诱惑力和家庭内部的对她的这种推动力 所以说孩子母亲的出走 有可能不是单一的唯一的一个原因造成的 应该是一个综合的原因 对 我刚才透露一点下边的事 说刘晓芳跑了 跟她的情夫跑的 那她的情夫到底是谁呢 还有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这个奇迹的伤到底有没有办法鉴定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们继续来看 陕西省神木县位于陕西省北部 这里圆煤处量丰富 每年都有大量的圆煤从这里被运送出去 今年30岁的盐彩斌早年就是以开挂车运煤为生 2007年夏天 她惊人介绍 认识了比她小三岁的刘晓芳 两人认识她很天久确定了关系 他们叫我们俩探着 叫我们俩转会儿 转了一下午 晚上又吃了多饭 所以我姐姐住了一晚上 第二天我们老板打电 叫我回去 我回去的时候 他就跟着我回去 回去住了吗 两个人都住在一起 刚开始天后 他一直就跟我弟在一块 去了把我们叫 姐姐插姐姐断叫 天后 虽然两个年轻人愿意在一起 但刘晓芳的家人却很反对 从我们家 也是不好我那种 劝他 劝过他女儿 他女儿不停 回来我妈说 你要是去他们家的时候 刘晓芳不顾家人反对 执意跟盐采斌在一起 和他一起跑运输 不久后刘晓芳就怀孕了 她的父母值得同意这桩婚事 但要求只能办九席 不能领结婚证 可即使是这个九席 也办的是一搏三折 过个几天 我把人家都签好了 把前妻朋友都签好了 签好了他又给我打电话 这个日子不行 你咋把前妻那里 他再退后去了 第二次我跟他同学给我 这那天我看个日子 就是你看看哈 一眼最过个几天又不行了 就是这日子不好 穿看什么了 也把前妻最失联 他最退去 最后两回 最后我没办法的 我说你是不是能给他看个好日子了 你给他看个好日子 他点这个事 最后开始路看 第三回就是路点的日子 但是才娶着大媳妇 刘晓芳和颜彩斌结婚后 很快就有了第一个孩子少华 四年小儿子琪琪也出生了 刘晓芳将琪琪送到公婆家 自己跟着丈夫带着大儿子少华 继续出去跑运输 而据颜彩斌说 琪琪出生后 他发现妻子开始有了外遇 我跟哪个人跑去 那是哪个人联系什么 面对妻子这些做法 颜彩斌令人意外地选择了沉默 直到琪琪出世 颜彩斌发现 妻子早已和自己的雇主贺谋好生了 而这件事在她家所在地方 早已有了风言风语 由于自己跑运输常常不在家 颜彩斌知道琪琪受伤后回到家时才知道 妻子与贺谋有着不正当的关系 并且琪琪在医院接受治疗期间 妻子刘晓芳就曾经提出过离婚 即使是知道了刘晓芳和贺谋的私情 杨彩斌还是坚持继续跟她一起生活 而贺谋的妻子竟然也选择了忍受 贺谋的妻子说 她曾在回家时撞见刘晓芳在她家里 但是出于对丈夫长期暴力的惧怕 她什么也没有说 就是她的朋友 她是朋友 当时你怀疑了吗 都是我怎么不怀疑了 都是我都想着一肚子难受 我知道放来的露苑家里的 不是 不是 靠调不是对我好的 一阵子都想着大火的礼物 留胖个面 我胸子 留胖个面的痕 颜彩斌说琪琪送医院回到家后 刘晓芳去法院起诉离婚 法院对两人进行了调解 由于颜彩斌先止不离婚 最终也就不了了之 这之后 刘晓芳就离开了这个家 和贺某一起走了 至今已经有两年多 没有再和家人联系过 妻子刘晓芳走了以后 颜彩斌就带着孩子 去岳父岳母家要人 并且表示 要岳父岳母承担起 照顾琪琪的责任 他们到我们家都吵了几次 把我妈吵了 整整一夜都没有醒过来 走了过了几天 我又拨上枝娃娃去了 他把 两到七八个人 回来把我打了 把娃娃大表下 那个死给我位置去嘴里 颜彩斌的父亲说 儿子当时被打得非常严重 脑部受到严重的创伤 现在已经无法再继续开车了 只能待在家里 三塌七八个人把他打得多 打得住里面 挂起了死 结果他说 现在他也就是 大闹事也不行 主要来人做这些住 赶紧准备一点地 做这些福祉周围有几目的 经济来人做什么 一年也就是收入个 一字两万多这么个收入 颜彩斌的姐姐说 颜彩斌去找刘晓芳的父母 无果后 刚把奇迹放在他们家门口 就离开了 刘晓芳的父亲找不到颜彩斌 就索性将奇迹 放在他这个姑姑家的门口 我不要孩子 我没有 就是那个护士 就给他 他老爷 他外公报给了 他外公一晚上就没管孩子 孩子就发高手 第二天我妹去了 把孩子抱在县医院给看 发高烧 烧了四十几度 我听他们家人说 琪琪的爸爸到你们家去 找孩子的妈妈的时候 还被你的父亲给打了 是吗 七八个人 有吗 自从给你父亲发生了一次冲突 被打了出院之后 他现在是没有生活自己能力了 这个事情你就没有听说过吗 我连我的父母现在死后 我都不知道 我哪能顾得了那么痛 我又要保持我的红衣 又要 又要顾及我父母都死过 又要 我头发好多次 再打过我父母的消息 都没有打过 一打过我的父母的消息 我找不到 你要参与你就去 咱们现在赶快离婚 在多次与刘晓芳的家人 交涉无果的情况下 严采军去派出所保了案 通过咱们的民警 办案民警 对周围的穷众 走访 以及详细的调查 一方面 没有证据 证明说是这个孩子 是母亲殴打之惨的 但是另一方面 也没有其他证据 说明这个孩子 是因为其他原因受伤的 这两方面都无法证实 经过大量的走访 没有确切的证据 因为没有犯罪事实 所以就没有进行立案 而琪琪被送去医院时 当时收治她的医生也表示 很难判断出孩子 到底是被人殴打之惨 而是像母亲刘晓芳所说的 是摔下来导致的 外力智商的话 有时还不好说 因为像这个情况的话 你外力的话 比如说我打一下 一般像小孩打的话 你如果人打 如果颈椎受伤的话 你说你打脖子 这个地方的话 你脖子这一块的话 肯定有一些 比如说软阻值的损伤 我们当时看的话 小孩这个地方 还没有发现 明显的一些软阻值的损伤 可能他接下来 自己保护 走上去主地 可能下来以后 有个主地的一个动作 这上面的话 这地方会有一个损伤 由于证据不足 机器到底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一直也没有定论 这个情况的话 就是说是 作为司法鉴定的话 就是咱们必须说是 就是也经过 针群 这是他家里边的意思 强制的话 咱们公安机关 不能说强制进行司法鉴定 现在来说就是没有做过 没有做过相关的 就是司法鉴定 但是咱们的外围走访 调查 包括他的邻居 没有任何的侧面的证据 或者直接的证据证明 说是 这个孩子到底是跌的 摔下来的 还是说是被人殴打的 目前其期还需要 后续的康复治疗 但是家里 已无力继续支撑 巨额的医疗费用 这个年轻五岁的孩子 只能躺在家里 没有办法像同龄孩子一样 跑出去玩耍 而与身体所受的伤害 同样可怕的是 这几年来家里的这些纠葛纷争 已经给两个年幼的孩子 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毕竟在他们来到这个世上 为数不多的几年里 见到了太多 本不应该属于童年的阴暗 如何化解孩子们心中的仇恨 这也将是这一家人今后 要面对的大问题 好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潮东 就在今年年初啊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也关注到了齐记的情况 而且呢 已经给齐记积极的联系到了医院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电话连线的是 儿子会9958儿童紧急救助中心的潘卫利 潘卫利你好 潘卫利你好 你好 现在齐记是不是正在医院里边康复 对对对 一同去年年底的时候 就是我们新安救助中心的 负责人了解到孩子的情况之后 然后我们进行了加返 然后紧急帮孩子 开通了募款平台 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帮孩子就转入了 那个上海富山大学 附属儿童医院做康复治疗 那这个康复期 你们推测大概要持续多长时间 康复的费用一个月 大概多少钱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 神经受伸的孩子 然后康复的话 短期效果是看不出来的 它需要一个长期观察康复 然后康复时间的话 大概是就是说 现在说一个明确的时间是没有的 几年或几十年都有可能 但是坚持康复的话 对孩子这个治疗不希望的 嗯 对 现在每个月的康复费用 大概是在一万二左右 一万二是吧 应该说也是不小的一笔开销 那这么多钱 主要的来源是什么地方呢 啊 这部分钱 现在都是从前期 通过那个微博筹款呀 就志愿者 全国的爱情人士和大海的爱情妈妈们 帮孩子定医院支付的 嗯 哦 好 非常感谢你 呃 潘威力 也谢谢9958 能够关注更多的孩子 救助更多的孩子 啊 好 再见 嗯 对 呃 我相信呢 也有很多好心人准备帮助一下齐戏 那帮助的办法呢 已经打在屏幕的下方 呃 希望我们的导播把这条字幕多留一会儿啊 啊 我们继续来探讨下一个问题啊 说你看这个齐戏 他是一个孩子 但是曾经一度呢 成为了一个包裹 一会儿呢 被人放到对方的家门口 一会儿呢 对方又把这个包裹给踢回来 踢皮球 那白宇 你怎么看待这两家人对待齐戏的态度 首先这两家人对待齐戏的态度 我们说都是不够负责任的 嗯 但是这个里面呢 我们首先我们要感谢刚才这些公益组织 对于齐戏的奉献抽的这些爱心 还有我们的爱心人士 哈 但是这里面我必须要强调的一点是 该谁的责任是必须要去分清责任的前提之下 嗯 才有爱心的这个介入 嗯 那比如说 呃 妈妈不去照顾孩子 嗯 是不对的 那么妈妈离家了以后 爸爸就不是爸爸了吗 嗯 他当然是爸爸 他依然有义务来抚养自己的孩子 嗯 那么爸爸把孩子再推出去 再推给这个姥姥姥爷家 嗯 这个过程当中 我想每个人都没有完成自己应尽的这个义务 对 那么第二就是说 当他们没有完成义务的时候 嗯 谁对他们进行了追责 嗯 比如说父亲母亲没有履行这个义务 那么是不是比如说有社区的调节 还有这个司法机构的这种啊 这种借助 嗯 那么还有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公安机关啊 关于法医鉴定的这些更为详细的调查 我想都有做更多努力的可能性 对 那么只有在这些前提都完成的基础之上 嗯 我们说这些爱心人士的爱心啊 才不会为失责来买单 对 这里边的确很多人都在失责啊 你看 你看 虽然我们的采访是有点支言片语的意思 但是我们大致能够听出一个眉目啊 首先呢 是这个孩子不管是摔伤了还是打伤了 然后这孩子是伤了 在这看病的期间呢 这个刘晓芳就跟这个奇奇的爸爸提出说咱俩离婚得了 后来这个奇奇爸爸的选择 让我们所有的男人都感觉到非常意外 你看都被戴绿帽子了 这个女人你还跟他过什么 但是他选择沉默 你说离婚我就不跟你离 那你给分析一下 奇奇爸爸他不离婚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其实我们说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婚姻的本身的这个范围了 因为我们知道两个人可能最开始结合的时候 没有特别牢固的感情的基础 那么有了孩子以后 现在孩子特别是一个生病的孩子 已经变成了家庭的一种负担了 这个时候他们的矛盾的焦点 已经从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变为了谁来承担孩子 孩子已经成为了两个人 甚至是两个家庭之间的一种相互抗争的一个筹码了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事件的一个悲剧 对而且奇奇爸爸对着我们的这镜头 也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说他走了 我一下养活两个孩子 我不行 言外之意 就是你走可以 这奇奇不是伤了吗 你带走 他是这个意思 是吧 所以我不同意离婚 分析的有点多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谈谈 这个奇奇爸爸 他有一个固定的想法 说既然他妈妈走了 你姥姥姥姥还在呢 这应该是你们的孙子呀 你们就应该照顾 他的这种想法是不是成定 洪辉 那么 祖父外祖父母啊 如果说对于 这个未成年人的 这个孙子女 外孙子女 进行这个 抚养义务的时候呢 有个前提条件 就是本身孩子的父母 他没有抚养能力的情况下 才可以 那么本案来讲呢 可能有一个特殊情况 就如果说真的说 奇奇的爸爸 是被这个岳父打伤了 那么并且呢 导致他失去了生活能力 从而呢 又导致他无法去供养 这个奇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亲切人是要承担 对孩子的抚养责任的 是这样 再有所谓的这个司法鉴定啊 他为什么迟迟没有进行 你看 也有这个奇迹的一家人 没有提到报警有关系 是吧 他一开始先是调解 实际上他们的调解 就是互相吵互相闹 这边呢 拿着绳子 要去那家上吊 这边说你再来 我就打你 最好还真打了 七八个人给给打了一顿 是吧 最后过了一年多 才选择报警 于是呢 把这事就给耽误了 对这种处置方式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从感情上来讲 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来讲呢 追求责任呢 毕竟是自己的亲人 或者是爱人 那不到一定程度 他不会选择报警 我想就这个案子来讲 如果说不是这个 妻妻的母亲 离家出手 或许到现在 他也不会报警 我觉得正是因为这种顾虑 所以才导致今天的尴尬 所以说对于发生这种事情 我认为呢 你应该本着一个 实施出事的一个原则 你错了 那就应该成长责任 没错 那当然就得还人家清白 另外就这个事来讲 我觉得身为父母 你首先应该尽到 一个父母的责任 孩子受伤了 应该做的 就是赶紧送医院 赶紧肩负起 你的父母的责任 而不应该把孩子 当成一个包袱 当成一个筹码 是来解决大人的问题 对 现在在两个孩子的心中 都埋下了仇恨的主子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仇恨 它是各种原因的 一个浓缩 已经包括了孩子 对于个人的成长环境 心理的发展 遇到的这种障碍 包括自己的这种 行为习惯的养成 面善者瞬间翻脸 十五岁少年 被强行绑架 家人物当恶作剧 无人经过的配电室内 将上演怎样的一幕 消失的绑匪 究竟是什么身份 背后又有哪些隐情 密室逃脱 热线十二 明日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